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女艺人丁小琴贩售假的Channel Fendi包,甚至收钱没有出货,或声称全新实际却是二手品,诈欺金额近18万,新北地院经一加重诈欺罪,判他三年六月徒刑,何亦廷并斥责,丁小琴不知所谓诚信交易,价值观念明显严重偏差,耗费司法资源。 何亦廷认为,丁小琴在不到一年时间多次利用网拍刊登部时拍卖讯息诈取他人财物,以混淆广大消费者认知,侵害社会交易秩序及影响层面较普通严重,可见他不知所谓诚信交易,价值观念明显严重偏差。 审理时又推称是Nutasha处理,却始终无法提出其真实年解,还说上宿时才会提供耗费司法资源。 丁小琴虽有与部分被害者和解,但出现迟延支付和解经情形。 检方调查,2015年8月起,丁小琴设在网拍卖帽牌包,倒入仪皮夹,修容盘,化妆品等12名被害者提告,粗股总诈欺金额达17万余元。 开庭时丁始终否认犯刑,便称施委托一名新加坡籍女子处理交易,对此完全不知情。 法院经宣判,丁卫道庭林判。